那继续来跟各位同学来说明怎么样去绑定这个模型 现在因为我们股价已经建立完成了 那现在呢我们要透过这个Skin的这个模组呢 Skin的这个修改器呢 帮这些股价呢绑定在这个模型上面 那怎么样去操作呢 我们首先先把这个这个模型我们先把它解冻 那我们先按右键 然后选择这个Unfreeze All OK 那现在已经解冻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模型这个最初的状态 那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模型 基本上我现在模型是有分两个部分 就是一个眼睛 跟一个身体部分 然后眼睛呢是可以做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这个旋转的部分 就是眼睛可以看上看一下 然后这个眼睛的部分 可能需要改变它的轴心点 我们先改变它的轴心点 选择这个Avid period only 然后我们去改变它的这个轴心的位置 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旋转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模拟出这个眼睛 看东西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看上看一下 选球旋转的位置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要开始 把这个 帮这个 这个外观 这个模型的加上这个Skin的这个修改器 好 然后我们现在选择这个修改 然后找到Skin这个修改器 找到Skin修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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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我们在绑定这个模型之前呢 我们是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 就是说 我们要帮这些骨头呢 稍微这个命名一下 好 那如果说 你觉得 很花时间呢 但是有几个部分 你可能要 还是要花时间 去帮它做一个 命名 比如说这个 之前说过这个头的部分呢 我们帮它后面 这个 这一根我们不需要绑进来 所以呢 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给它加入一个 END 这是一个结束部分 那 那我们好 辨认说这一根骨架呢 其实是我们朋友要绑进来的 好 我先 在头部这一根呢 这个这一根呢 我们先选到这一个 然后把它加一个END 然后我可以复制 选择Copy 然后找到这个 同样的这个 最后一根 我们把它加入一个END 好 贴上 好 我刚刚是用Ctrl V 贴上 然后下面 这根脚的部分是一样 好 Ctrl 加V 贴上 好 Ctrl 加V 贴上 好 好 然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可以花点时间 放你这个骨头命名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改成框架模式 这样方便我看到这个模型 这个 里面的这个骨头 比如说选择这一根呢 那我们可以打 其实现在在3DS面里面 其实你可以打中文是没有关系的 好 比如说你打头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 应该是左手 左上臂 好 然后这是左手 左 好 左手臂 你可以这样去帮你的这个骨头命名 好 然后这个是 这一根呢 好 这个是 左手 好 OK 那你可以这样子来帮你的这个 你的骨头来做一个命名的动作 好 那因为时间 节省时间 所以我就全部做完 就是说我大概 跟同学介绍一下 怎么样去 帮你的这个骨头呢 好 修改这个名称 好 那现在已经 好 假设我现在都已经 修改完成 这个名称都已经修改完成之后呢 你这时候开始来做这个骨头的选择 我先等到这个 呃 模型 然后我们找到skin 然后这边 可以看到 这个面板这边有一个add 这个就是增加的意思 好 然后选择add 这时候它会弹出一个视窗 这时候它会秀出所有的模型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有修改的名称 出现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我全选 你可以全选 然后 呃 就是说我选完之后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有些地方是不要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现在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可以 按住control键呢 啊 这样子就是连续 选取 就是我 把不要的 这个en 后面加end的 我都把它选 就是用control键把它 反选 就是取消选取 好 ok 那 嗯 同学你注意看到这一排呢 就是说这个是秀出 我目前场景上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只要 保留这个东西就可以 其他东西 假如说有出现 它就出现这些东西 好 这些 如果说是模型 什么的 它会出现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为了避免我们选取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 好 只要保留 保留出这个 这一个 股价 出现股价就可以 它这个显示的意思是说 Display Bones 就是说我只要秀出 我在场景里面呢 我在这个选择范围里面 我只要秀出这个股价的部分就可以 其他东西我不想看到 因为我怕那种选取 好 OK 这个地方 再加 选一下 好 看一下 检查一下 好 OK 这时候我已经算是 应该是OK的 所以我现在 按 按一下Select 好 这时候呢 我已经 就已经 已经这个 skin呢 已经选择骨头完成了 那我先把它存档一下 然后我们来检查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目前的 这个绑定的状态 我们 透过其他的视窗来做 选取 选到这个骨头 然后按一下这个 旋转的工具 好 那我们先看 旋转一下手背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已经有绑定 可是你会发现到说 有一些不正常的 这个拉扯机 这个 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透过这个 权重的修改 来做修正 好 那我们先大致上看一下 是不是我这个股价呢 都已经选择 都已经绑进来 好 基本上应该是都已经选进来 都已经绑进来 然后我们可能现在 那后续要做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权重的一个修改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这个模型呢 会产生一些不正常的 一个拉扯的情况 好